对就是现在我们的所有对话 这都是已经被这个 都是会被录音的了 录像录音等等 我看一下这个广播 应该是已经started的了 started 我来试了 从另外一个电脑上试一下 已经可以了 现在已经有能看到人数 你们能看见有多少人上来了吗 看不到 这个底下有个多少个views 你看我刚一打开 现在已经31个人了 33 就是这个view会很快 他有很多人会来看 然后是会有的人可能现在上课啊 旅行啊等等原因参加不了 但是他就是说 他会一旦那个录像下来以后 就会很方便 现在刚三点 我们稍微等等一到两分钟 然后然后就是我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几乎你就介绍啊 今天主要是你来主持啊 嗯 哈哈 一般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有一些技术故障啊 还要去连一连啊 打不开啊等等 稍微那个一下 再等一分钟开始 行那我们开始吧 好 那个大家下午好 我是欧国人州立大学的施卫松 那个前段时间我在这个 在群里面前几天刚刚 给大家发了一个 就是我们从 从今年的 这个七月六月份 在达拉斯开完会以后 当时整个这个 就决定就是开始设立 这个新的technical committee 就有点像IGOE 下面的这个不同的技术委员会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这个大概的方向 就是现在是定义了13个委员会 其中11个是定义到我们 research相关的 然后呢还有两个 这个一个是women in computing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 我自己和这个intern digital的王仲刚老师这个我们在例子叫trend 就是说不属于当前某一个这个领域的就是说就比如量子啊等等哈就就是这一类的 所以从这个开始我们希望以后的这个这个webinar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technical committee的这个来推荐这样子的话我们来这个来组织 所以今天的这个是是整个是整个是整个的第18个这个webinar但是同时也是我们从这个有tc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所以下面我们就邀请这个这个算法和理论这个这个的coucher 不法罗大学的徐晶辉老师来来主持这个今天的这个talk 徐晶辉老师 好谢谢伟生 各位iSEC老师和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这个iSEC的邀请报告系列 今天 就是说我是这个顾法罗大学的徐晶辉 今天我们非常有心的邀请到这个哈佛和实习大学的顾显芬教授 来讲解他对深度学习的一些几何解释 顾教授1994年在清华大学获得本科学位 03年就要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师承数学大师邱仁辉教授 顾教授近年来一致致力于用微分几何和托普的方法解决工程和医学领域的一些 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 他和邱教授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数学领域 叫Computational Conformal Geometry 并得到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成果 特别是在Reach Flow Conformal Mapping 和这个Optimal Math Translation方面有非常独到的创新 因为这些结束的贡献 郭教授近年来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 包括这个NSF的这个Career Award 同时也获得了这个在13年获得了这个Morningside的Gold Medal 这个是给这个华人就是数学家 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誉 就是说同时他也在各个这个重要的会议上 获得了一系列的这个最佳论文奖 下面就说那我们以锐利的掌声欢迎这个郭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好 我现在share the slides ok 今天我们汇报一下我们以前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主要是从几何的观点来解释Deep Learning 首先感谢协会的邀请 然后呢 这项工作的话是和很多数学家 计算机科学家一起合作完成的 比如说我导师邱正彤先生 然后罗峰教授 罗尊贤教授 雷娜教授 Dimitri Samaras 也有很多人 今天我只要想从三个角度来谈谈我们的想法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为什么深度学习它really works 是吧 为什么性能超越了以前成统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如何来quantify 来定义这个一个深度神经网的学习能力 如何来衡量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的方法 它如何来变换概率分布 如何来比较概率分布之间的距离啊 如何将一个概率分布 变成另外一个概率分布 先是第一个专题 这个为什么深度学习方法really works 我们知道这个深度学习的话呢 现在是机器学习的阻流方法 然后的话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图像方面呢 语言处理啊 语言识别啊 但是的话呢 深度学习的这个理论基础非常薄的 最近为止的话 深度学习的方法很多还属于黑箱 我们觉得深度学习的成功的话呢 可以归结为下面几个定律 是叫数据分布定律 是吧 第一个叫所谓的流行分布定律 就是说自然的高维的数据 它一般是集中在低维的流行附近 就是说这数据所在的空间 嵌入空间为数非常高 但是呢我们感兴趣的这个 这一类数据的话 往往是一个低维的子流行 然后呢第二的话是说 如果这一大例中有很多很多小类 很多小的子类 那么每一个子类的话呢 代表一个概率分布 那么子类的概率分布的话呢 距离足够远 使得我们能够分开它们 所以第二叫所谓的团促假设 第一个叫流行假设 那么的话呢 这个深度学习的话 主要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它就是学习这个流行的结构 第二的话呢 它就是变分各种各样的概率分布 那么这两步的话呢 是目前都是用DN来实现 但我们觉得其中一部分 尤其是第二步完全可以用 很明确的数学模型来建立 然后有其他的可以贴代的方法 从而使整个黑箱的一部分变得透明 这一页的话呢 我们是大致展示 我们这个理论框架 这个RN的话呢 是所有的背景空间 也叫或者是图像空间 比如我们考虑这个 所有人脸的头像 那么这个人脸的话呢 为数很高 128乘128是吧 所以为数就是128乘182乘13 但是所有的人脸头像构成的 流行为主性很低 当然一般实践中 差不多100维左右 然后的话呢 这个流行的话呢 它是 这个人脸分布的它的support 它的知己 比如说随便给一个点 就是一张图像 那么这张这个点是不是人脸 可以用一定概率分布来描述 那么这个概率分布非零的集合 叫做知己 那它的知己的话呢 在一个第一位的流行附近 然后呢 我们在流行上取很多chart UIUJ 很多开集 把每一个局部chart的话 应到所谓的latent space 应到这个引空间 也叫参数域 或者叫特征空间 那么特征空间的维数都很低 差不多100维左右 那么它在数学中 这个叫parameter domain 然后的话呢 不同chart之间 有一个局部参数变换 这个phiJ的话是参数变换 从一个chart 变成另外一个chart 那么在引空间 这个概率分布的话呢 是由这个参数变换来决定 这里的话呢 rn是代表图像空间 这个sigma代表这个数据流行 那么UIUJ的话 是流行上的一个灵异 那么phi的话呢 被称为这个参数映射 或者参数化 那么在deep learning中被称为编码 然后那么phi的这个逆映射 被称为解码 这边我们给出了流行的传统定义 流行的话呢 就是局部看它是欧式空间 但是它很多欧式空间 就比较cohetent粘起来的 那局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降到一个 这个第一维的参数语上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实验 用一个比较第一维的流行 这个Buddha Surface 是二维的流行 那它嵌在三维空间里 所以背景空间是三维 但是这个数据流行的话是二维 我们用这个深度学习的方法 把它降到这个平面上 那么这个我们看 左侧的话呢 是这个流行在原来背景空间中的 嵌入形式 那右侧的话是在影空间的嵌入形式 我们把三维降到了二维 那么这个过程被称为编码 encoding map 那么 decoding的话呢 就是从二维的圆盘 映回到三维的曲面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被称为 decoding 但encoding的话呢 并不唯一 实际上有无穷多种encoding map 把这个Buddha Surface 用到平面圆盘 这个左侧和右侧是两个不同的映射 那么这两个映射之前的话呢 差一个参数据上的变换 相差一个影空间到影空间的变换 那么它把某些区域增大 比如说吧 把头部增大 把某些地方缩小 那么这种变换的话 实际是改变了概率分布 我们来看 如果用第一种encoding map 我们在平面上放上这个uniform distribution 那么这个uniform distribution的话 被拉回到原来的流行上 在流行上是non-uniform 我们看到头上这个xample非常稀疏 但身上的xample的话非常稠密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encoding map 那么在第二个encoding map上 我们进行这个均匀采样 那么拉回到原来流行上 在原来流行上也是均匀采样 那么机器学习的话呢 实际上要算两个映射 第一个的话呢 是从三维到二维 encoding decoding 第二个的话呢 是二维到二维 那么第二步主要是为了改变 这个影空间上的概率分布 比如说我们经常做这个 这个人脸的生存模型 那么的话呢 我们把每张人脸图片 看成是背景空间中的一个点 那么的话呢 决定一张人脸是有限个基因 然后的话呢 当然这个lighting condition 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参数啊 还有这个化妆品啊 还有这个化妆品啊 这些一共是有限的parameter 共同决定一张图片 所以的话呢 这个人脸图片构成的流行 是比较低微的 那么所谓的生存模型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影空间 给了一张白照声 然后的话呢 通过这个生存模型 我们生成一张人脸图片 这就意味着我们如果从这个白照声的话呢 实际是代表眼空间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要通过解码映射 把这个点运回到原来的流行上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流行的表示的话呢 那么这个映射的结果就是流行上的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的话呢 就给出我们人脸的图像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这个用这种思想方法和传统方法 做这个图像去照有什么区别 假设呢 我们有一张 带有噪音的人脸图片 比如说这边用p2的这个点来代表 然后呢 假如我们学习的一个人脸图像的这个流行 是sigma 那么这个流行的训练样本都是 都是没有噪音的图片 所以清晰的人脸流行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p2的向这个流行进行投影 那么它的垂主的话是p p1这个点是说不带噪音的人脸流行上 距离给定数据最近的一个点 那么p1这个点的话呢 就被认为是p2的去除噪音之后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传统的去除噪音 理解成几何上的投影 或最近的projection 那比如说这边我们看一些例子 就说我们训练了这个人脸的流行 然后呢 给了一些人脸图片加上噪音 那么这些图片的话是不在训练集里面 加上噪音之后的话呢 投影 投影之后的话呢 得到垂主 恢复之后的话 我们得到去除照影的图片 我们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的话呢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是强烈依赖于这个人脸图片 或者说和这个图片的content有很大关系 如果的话呢 我们没有人脸的流行 只有猫脸的流行 那么将带照音的人脸向猫脸向投影 得到的效果就不是非常make sense 这边我们看 我们把这个人脸带照音的图片 投到了猫脸流行上 然后就恢复出来这个图片的话呢 是人脸和猫脸混合的东西 是吧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出来这个 传统方法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方法的一个巨大差别 传统方法的话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图像进行复立液分解 然后这个低通滤波 然后通过这个复立液逆变换 得到了去除照影的图像 这种方法非常普适 和这个内容没有关系 但是Machine Learning的话呢 我们是强烈依赖于这个图像本身的内容 然后依赖于你所学习的数据流行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大量的这个prior knowledge 所以的话呢 这个Machine Learning方法的话 更加有的方式 那么去除照影效果更好 所以的话这就是传统方法和这个Machine Learning方法 这个方法论上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Machine Learning如何学会一个流行呢 这个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 如何从数据中学习这个流行的结构 那么如何来表示这个流行 这个或者是影视的表示或者是显示的表示 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当然是这个自动变化 编码器Autoencoder 输入的话呢是原始数据 输出的话呢是复制的数据 然后中间的话呢 我们加了一个Latent Code 这个Latent Dimension是2 这样的话就说我们限定了这个Latent Space Dimension 那么经过训练之后的话呢 这个Autoencoder的前半部分神经网络 学的是Encoding Map 是从流行到到参数域的映射 那么后半部分是Decoding Map 是从参数域到原来流行的映射 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reloodnm 来构建这个成型网络 那么reloodnm的话呢 它实际是分片线性函数 那这边的话 这个T1 T2都代表线性函数 线性映射 但Sigma的话是reloof function 所以的话呢这个reloof function 和线性函数相符合 最后得到的是Pacewise Linear Map 那么我们试图来看 这个Pacewise Linear Map 它把空间划分成结构 那么这个如何来看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图像空间中任选一点 那么这个点呢 会激活一条路径 在神经元网络中 然后呢 如果有两个点 它们对应的激活路径相同 我们说这两个点等价 那么所有等价点的话呢 构成空间的一个包腔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空间包腔的一个分解 那么每个包腔都被线性的 用到影空间 或者从影空间 用回原来的image space 但是包腔和包腔之间 是代表不同的线性变换 那么用这种想法的话呢 我们来做这个第二个实验 随便的话呢 我们用刚才说的那个autoencoder 可以把这个布达这个surface 用到影空间平面上进行参数化 然后呢就从平面把它复制回来 那么具体方法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佛像的表面 从密采样去很多点 然后呢把它输入到一个autoencoder 这个input dimension是3 output dimension也是3 那中间latent这个dimension的话是2 那么经过一定时间训练之后的话呢 整个系统收敛 我们可以看这个从A到B 就是把这个三维中的曲面 用到二维平面上的一个区域 这是encoding map 那么从B到C的话呢 把二维平面的区域 直接用回到三维空间里 所以我们对比这个C和A 那么这个复制的曲面的话 看起来这个还是很逼真 效果很接近初始的数据 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深度学习 的确它是能够这个降维 能够把局部把这个流行 用到参数空间中 那么这一页的话呢 我们来显示它这个分片线性结构 像刚才我们说的 如果有两个点的话呢 它们这个激活路径相同 它们比较彼此等价 每个等价点的话呢 构成空间中的一个包腔 那这个包腔的话呢 是一个tool的多变体 然后的话呢 把整个R3分解成很多包腔 那么R3中任何一个包腔 用到二维平面上的一个包腔 那么这个映射是线性的 但是包腔包腔之间的话呢 是piecewise linear 那么D呢 显示的是这个编码映射 对R3的分解 那E呢 是编码映射对Latent Space的分解 那么F的话呢 是编码和解码映射复合 所以的话呢 F它是D的一个subdivision 一个进步的细分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流行的encoding decoding map 本身是强烈非线性的 那么reloadDN的话呢 它用piecewise linear 来逼近非线性映射 如果的话 它这个piece number 比较少的话呢 它的表达能力就比较差 如果这个piece number 比较高的话呢 它表达能力比较强 所以这个piece number的话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给出我们一个 学习能力的一个衡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定义这个所谓的 一个reloadDN的它的复杂度 就说它所能表达的 所有的piecewise linear map 那么所能分解这个 这个包厢的最大的上界 被称为它的complexity 那么这个上界的话 用这个combine network 很容易估计 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就是这边的二式 当然这个估计非常粗糙 比如说上界的话非常宽泛 但是它给了一个定量的指标 来衡量这个reloadDN 它能表达的这个 最复杂的函数是什么样的 那么 那这些数都可以计算 如果给了我们这个reloadDN 这个architecture 那么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计算这个数值 这个网络的complexity 那么从另一角度讲的话呢 这个流行的话 是不是能够被学 流行本身有一个 有一个指标 可以判定它有多困难 就是学习这个流行的复杂程度 我们知道这个reloadDN的话呢 将流行分解成很多片 然后呢 在每一片中 它用线性映射 把这个流行 用到影空间中去 那么这边我们看 这个图A的话呢 是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的话呢 向平直方向进行投影 这个投影呢 是1 to 1的 没有发生折叠 但是右边这个曲线的话呢 向空间投影的话呢 会发生折叠 那就说 对于右边这个曲线的话 不存在一个线性映射 把它直接用到一条直线上 虽然它的dimension是1尾 那么为了学习 右边这个曲线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细分 分解成更多段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定义 所谓流行的复杂度 就说给了一个流行 我们至少要把它分成多少块 那么每一块用这个线性映射 来把它用到影空间 这个块数的下界 被称为这个流行的复杂度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蕊鲁DN 它能学习一个流行 那么肯定是这个DN的复杂度 要超过流行的复杂度 这就给出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这个必要条件非常宽泛 就很多时候 即便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复杂度足够高 也不见得能学会这个流行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话呢 如果这流行突幅比较复杂的话 那么这个DL model也学不会 只能学会它其中的一个局部区域 所以后边有很多这个实际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给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Piano曲线 这个我们看左侧这个红块里面 是Piano曲线的一个单元 通过不停地重复这个单元 我们可以连接成更加复杂的曲线 那么这个单元本身的话呢 是不存在一个线性映射 把它用到意维直线上的 那么为了学这个单元的话 需要把这单元分成很多很多块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构造 这个Piano曲线充满这种空间 它的复杂度可以任意的高 所以的话我们得到下面这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给定任意一个reloadDN 那么的话呢 如果它的体系结构被固定 肯定存在一个流行 这个流行足够复杂 这个reloadDN是学不会的 当然这是非常intuitive的一个观念 只是我们这一次是 比较严密的给出一个形式证明 那么DL的第二部分的话 是来控制这个概率的分布 那么这个DL如何控制概率分布 是吧 这一部分是不是有什么 比较成熟的竖型模型来表示 OK 这是我们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生存模型 这个非常普遍 核心就是说给了一个 latent space上的一个 一个白噪音的图像 如何生成一个人脸的图片 那么当然比较常用的是 所谓的GAN model是吧 对抗生存网络 那这边我就不用重复是吧 那么 那根据这个GoodFile它的解释是吧 那么这个生存器的话呢 它本身有一个概率分布 它生成的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判别器主要是判断 这个数据的这个概率分布 和生存器的概率分布之间的距离 然后呢生存器它是要把 引空间的一个高斯分布啊 或者是uniform distribution 把它变换成这个数据分布 是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判别器核心的目的是 判断两个概率分布之间的距离 那么生存器的话呢 它核心的任务是 把一个概率分布 变成另外一个概率分布 这是GoodFile 对GAN的一个理论的解释 那么计算两个概率之间的距离 或者把一个概率分布 变成另外一个概率分布 这个正是最欧传说理论 研究的核心问题 那么最欧传说理论的话呢 它本身有三个侧面 第一个是概率论的侧面 那么第二个是微分几何的侧面 然后这两个侧面的话 都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偏面方程 叫蒙日安培方程来联系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几何的方法 来解这个蒙日安培方程 从而达到概率之间的变换 和计算概率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图的话呢 就是显示这个GANModel 那我们看 这个影空间上 有一个均分分布Zeta 然后呢 Generator的话呢 它呢把这个影空间的分布 变成背景空间中的一个分布 Mu Theta 然后的话呢 这个New呢 是数据分布 这个Discriminator的话呢 是要计算这个生成分布 和真实数据分布之间的距离 一般我们可以用Wattsden距离 来判断这两个分布之间的距离 所以D的话呢 核心是计算两个分布之间距离 G呢是将一个分布 变成另外一个分布 那我们可以大致讲述一下 这个所谓的自由传输理论 首先呢 给定一个黎曼流行M 然后呢 我们考虑这个流行上 所有可能的概率分布 那么所有的概率分布的话呢 它构成一个空间 被称为Wattsden空间 但这空间是无穷尾的 然后呢 这个Wattsden空间中的话呢 可以定义一个黎曼度量 被称为Wattsden距离 就是给定两个概率分布 我们可以呢 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 那么 给定两个概率分布Mu和Nu 那么存在一个唯一的一个最优映射 被称为最优传输映射T 那T呢 它把这个流行用到自身 然后呢 这个映射的话呢 它把第一概率分布Mu 映成第二概率分布Nu 同时的话呢 这个映射它minimize 整个transplantation的cost 所以这个映射的话呢 被称为自由传输映射 那么这个minimal cost 被称为Wattsden距离 那这边我们给出 严格定义 假如我们有两个空间 XY都是RN的字极 然后的话 有一个概率是Mu 有一个概率分布是Nu 它们的总质量相等 然后我们要找一个映射T 是吧 从X运到Y 那我们说这个T呢 它是保测度的 或者是T呢 它把Mu 用成了Nu 那么 定义方式如下 我们在 在Trading空间中 认取一个可测集合B 然后呢 用Nu来衡量 这个B的总质量 那么 这个总质量的话呢 它等于用Nu 用Mu来衡量 B的原相的质量 就是这个式子是吧 当然数据符号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T呢 是一阶可倒 那么这个 这个保持质量的话呢 可以写成 所谓的这个甲壳比方程 那么这个甲壳比方程的话呢 是这个映射所需要满足的方程 那么 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考察 美国土地上的两个概率分布 一个是土豆的母产率 就是说每平方英亩每年产多少吨土豆 然后还有一个是土豆的消耗率 就是每平方英亩每年吃掉多少吨土豆 那假设的话呢 整体来看工需平衡 就是每年的话呢 总产的这个土豆的量 等于每年土豆的消耗量 但是的话 这两个概率分布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纽约的话 它不产土豆 但是消耗大量土豆 B的号的话 产大量土豆消耗比较少 那么作为政府的话呢 我们要设计一个传输方案 把这个土豆从产地运往销售地方 第一的话呢 要达到供需平衡 就是任何一个地点 它每年消耗掉的土豆 等于运进来的一个生产土豆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条件 Mario preserving 那么第二的话呢 这种方案有无穷多种 并且的话呢 这些无穷多种方案 构成空间也是无穷多维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但我们要想使这个气候费达到最小 这个总的气候费的话 就是所谓的运费 就是所谓的Wassassin距离 那么这种映射是不是存在 这就是自由传输理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那这边的话我们定义这个所有的传输代价 那么对于任意点Rx 我们把它运到Tx1点 那么这个质量在Rx1点是μx 我们对整个区域进行求和 所以这是认为一个映射T 那这个映射它带来的总体代价就是CT 那么这个Cost的话呢 有很多种定义方式 蒙日在1781年提的是L1now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LP 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么蒙日的话 蒙日呢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说在所有保测度的这个映射中 如何找到一个传输映射 使得它的传输代价达得最小 那么这个映射呢 被称为最优传输映射 那么这个映射所代表的距离 被称为Wassin距离 这个问题的话呢 后来被康奈Rowich解决 在1975年他拿了诺贝尔的经济学甲 那么核心的话呢 就是康奈Rowich将刚才那个传输映射 把它放松成所谓的传输方案 用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来代表这个传输方案 那这个问题的话 虽然升高了尾数 但变得是可解的 那么康奈Rowich的问题的话 他还有一个队友的解决方法 核心就是要找两个函数 Fy和Sy 那Fy呢 关于Mu的期望 加上Sy 关于Nu的期望 达到最大化 同时呢 Fy和Sy呢 点点要小于 这个Transpation Cost CSI 所以这个问题就归结为 带约束的这个优化问题 那么现在的计划论中 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工作 计算Wassin距离 都是用这个公式 那么这个Fy和Sy呢 也都是用神总神经网络来实现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 把这个康奈Rowich Duel Problem 把它简化 这个Sy的话 是强烈依在于Fy 是称为所谓的Fy 的CTransform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就会变成了只有一个 unknown的Fy 然后呢 我们来maximize OK 这个Fy和Fy CTransform的期望值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WGAN model 那么对WGAN model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它的判别器Discriminator 它核心呢 就是为了计算这个Wassin距离 那么就是要找这个Fy 那么使得这个 两个期望值之和达到最大 那么Generator的话呢 它要找一个变换 将这个 嗯 这个 引空间的这个uniform distribution 嗯 变成这个data distribution 那么 嗯 那么整个GAN model的话 可以看成是一个min max 一个optimization 那么这个Discriminator的话呢 使得这个 这个function呢 尽量的大 得到Wassin距离 那么Generator的话呢 使得Wassin距离尽量的小 那么交替优化 在WGAN中的话呢 People用这个L1Norm 来衡量两点直线距离 这个主要好处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Fy的CTransform 等于-Fy 这样对这个计算呢 会得到大幅度的简化 我们最终呢 是规矩为 求这一个Fy 然后呢 来算它的min max 但是的话呢 嗯 这时候我们要求这个Fy 是一粒子 这意味着在优化的过程中的话呢 要做各种各样的Clipping 所以这带来了很大的trouble 那么在80年代 有一个French mathematician Brenier Brenier的话呢 他研究了这个L2的Case 就说如果了解这些距离的话呢 用这个L 欧数距离的平方来表示 那么这时候的自由传输映射 是某一个t函数的t度映射 它证明存在唯一的一个t的函数u 那么这个函数的t度的话 就给出了我们想要的自由传输映射 那么如果来求这个函数 就变成了问题关键所在 那么这个函数的t度的话呢 给出了自由传输映射 那么自由传输映射的话 保测度 所以带入甲壳比方程 我们就得到了u应该满足的方程 被称为所谓的蒙日安培方程 那么左侧的话呢 是u函数它的heysen矩阵的行列式 determinate 那右侧的话是两个概率密度之间的比值 然后复合上这个函数的t度 所以最后的话呢 要想求自由传输映射 不想求Watson距离 归结为求解 这样一个非常 非线性的PDE 然后的话呢 这个根据Brenier理论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cororatory 就说这个UX呢 等于2分之1X模的平方 减掉phiX 那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UX 它代表是generator 那么phiX呢 代表的是discriminator 是判别器 那就说生成器的最优的结果 和判别器最优结果 它们之间用这个公式来联系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求出了最优的生成器 你可以写出来这个最优的判别器 如果你知道最优的判别器的话 可以直接写出来最优的生成器 那么这个意味着 这个G呢 从D可以直接得到 不需要进一步的训练 那么D呢 也可以通过G 直接得到不需要训练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两个深度神经网 实际是有一个是redundant 然后呢 D和G之间的这个竞争的话呢 实际是很大强度是浪费的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话 有比较深入的数学结构 利用这个数学结构的话呢 可以大幅度的简化运算 那么这种competition 就不交流信息的这种competition的话 实际上是对计算资源是一个浪费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观点 那我们看这个实际中 实际中的话呢 我们有大量的训练数据 所以的话呢 这个目标概率分布的话 是所谓的迪拉克概率分布 那么Yi的话呢 代表一个数据点 有多个数据点 每个数据点呢 代表的概率是6i 当然我可以选择6等有 1除以N 那么的话呢 假如的话呢 我们想在这个圆盘上 有一个均匀分布 我们想从这个均匀分布 把它映成这个离散分布 想找到它的最右映射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说 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单位圆盘的一个包腔分解 它每个包腔的话呢 可以是突的 也可以是非突的 也可以是直边 也可以是曲边 也可以是连接的 也可以是disconnect 那核心就是说 找一个包腔分解 然后呢 把每个包腔呢 可以用到目边的一个点 然后使这个包腔的面积的话呢 等于这个点处给定的面积 同时的话呢 我们要使这个传输代价达到最小 那么这个这种问题是所谓的 半离散自由传输问题 那么这个自由传输理论 它好就好在 它对联系情况成立 对离散情况也成立 所以我们可以 不要改这个理论本身 自由地从联系到离散来进行过渡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还是依然应用Brenier定理 那Brenier定理说 存在一个突函数 这个突函数的T度 给出了自由传输映射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 OK 数据点YI 我们构造一个超平面 这个超平面的T度呢 等于YI 然后这边有很多数据点 这边有很多超平面 那么这些超平面 构成一个上包落 你得到了一个2的多面体 那么2的多面体的话呢 每个支撑平面 可以对应这边一个点 那么这个支撑平面的T度的话呢 等于这个点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上包落它的T度映射 就把这个定义域 用到这边离散点 同时的话呢 这个映射应该是保持测度 这意味着 每个supporting plane 向平面投影 得到平面的包枪分解 那么每个包枪的话呢 它的面积 也等于对应点给定的面积 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 这样一个2的多面体 满足这几个条件 那么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离散的自由传说映射 那换句话说 我给了很多很多这个数据点 每个数据点的话呢 我们得到一个超平面 这个超平面的T度已知 但是高度是未知 然后用这些超平面的话 构成它的上包落 这个上包落 向下垂直脱颖 得到下面的一个所谓的 warnite diagram or power diagram 那么这个power diagram 每个cell 可以用到这边一个点 然后呢 如果你通过调节高度 使得这个cell的面积 等于给定面积 那么这样你得到的映射 一定是最优的 那么Brainnear定理说 这种映射是存在并且唯一 所以的话呢 这种to2问题 应该是存在的 这边我们看 我们构造了一个上包落 但是的话 我们调节pii的高度 那么当pii的高度 增加的时候 那么它对应的 这个cell的面积会增大 这边wai比较小 这边wai比较大 核心就是说 你如何调节每个超平面的高度 就使得下面这个cell 每个cell等于 给定的面积 那么这个图景的话呢 对于任意围都是对的 不仅仅是对于二维 二维只是为了visualization 对于任意n维都是对的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实际上它和这个突几核有很深的渊源 我们看一个经典的突几核问题 所谓的明靠四季问题 就是说这个R3中呢 我给了你一个封闭的突処面体 然后呢每个面的发向量已知 然后每个面的面积已知 这个面积和发向量的话 满足这样一个constraint 那么我们就问 那么这样突処面体是不是存在 存在的话是不是唯一 那么明靠四季他证明 这样突処面体是存在的 并且是唯一的 并且给出了散法 那么刚才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归定为下面的 Alexandrov定理 是这样 就说如果我给你一个开放的 突処面体 然后的话呢 每个面的发向量是一致的 然后每个面的投影面积是一致的 然后那么这个突処面体 是不是存在 是不是唯一 那么Alexandrov证明 这个突処面体是存在的 并且是唯一的 然后彼此相差一个 一个垂直的translation 由此我们看的话呢 这个Alexandrov定理的话呢 可以等价于Brenier定理 虽然一个是50年代提出来的 一个是80年代解决的是吧 那么在L2这个意义下的话 这个Alexandrov定理 和Brenier定理 最终都归结为蒙人安培方程 那么最后它的几何解释 就是这个突処面体的存在性 但是的话呢 这个Alexandrov 它是用代数突処方法证明的 所以它的证明方法的话呢 这个不是构造型的 通过它的存在性证明的话 没有办法构造算法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13年 给出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特殊的能量 这个能量本身是突的 那么通过优化这个能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特殊的突処面体 找到这个突処面体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构造这个最欧传输性设 有了最欧传输性设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580分距离 并且的话 这是对于连续和对于离散 都是成立的 这是我们在archive上的paper 我们过这里能量的话呢 它本身有一个几何意义 就说我们在平面上有个区域 过Omega的边缘做一个圆柱 然后的话 在这圆柱上挖掉这个突処面体 那么剩下的一个柱体的体积 就是我们定义的能量 那么通过优化这个能量的话呢 我能够找到所要的解 那么这个能量呢 它的梯度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每一个cell 每个包腔 它的目标的体积 讲到当前的体积 这是它的这个能量的梯度 它的heysen的话呢 也有很强烈的几何意义 OK 这边我们来看它的heysen的意义 就说我们这个突処面体 向平面投影 得到平面的一个包腔分解 那么这蓝色呢 就是所谓的包腔分解 如果两个包腔分解 彼此相连 那么这个包腔 对应这两个点之间 连上一条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 对偶的这个 位置的the line 三角抛分 这样的话呢 这个抛腔分解 每个公共面 它就对偶于 三角抛分的一条边 那么这个面的面积的话 除以这个边的长度 给出就是它heysen矩阵的一个元素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能量 它有鲜明的几何意义 它的梯度 OK 等于等于这个体积之差 然后呢 它的heysen 等于这个 power diagram 和微体抵挡内 之间的对偶面 体积之比 那么我们有 有t度 然后呢 又有heysen 能量本身又是2的 可以直接用牛顿法 来直接进行运算 那么根据这个 Alexandre定理也好啊 Brenier定理也好啊 我们知道这个运算结果是存在 唯一 并且是稳定的 OK 那么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的话呢 我这个目标的概率是 这个连续函数 那么你这边是 是离散逼近 你的逼近阶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 汪西嘉教授 曾经证明这样一个定理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 连拉克测度 来逼近 连续测度 如果这个 这个采样点 直线距离是 Y 那么离散解 和真解的 L-infinity norm 是Y平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非常严密的证明了 存在性 唯一性 收点性 还有计算稳定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完全可以取代 这个成统的GAN model中 在概率变换那一部分 从而使整个黑箱 一部分变得透明 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GAN model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 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说 我们把流行学习 和概率变换两部分开 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 这个 这个encoding decoding的话呢 我们用autoencoder来算 用deep learning来算 然后呢 在影空间的话呢 我们进行概率变换 那么 影空间的概率变换的话呢 完全可以用 刚才讲的方法 刚才讲的几个方法 来进行运算 那么 这一部分是完全透明的 然后都有理论保证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还是传统的DL方法 那这一部分 你可以用GPU来实现 实际上计算速率也不慢 并且收敛性啊 最优性啊 最优性啊都有一定的保证 嗯 这个模型非常简单 和传统模型相比的话 我们进行了一些小的实验 嗯 嗯 就是用的人脸 右边是用我们这种方法 生存人脸 嗯 这个计算中的话呢 我们这个 使得影空间的维数 是100维左右 所以我们看 可以非常 嗯 逼真的得到一些人脸 但是这些人脸图像的话 看起来非常的 嗯 就是相对比较光滑 嗯 这是来自于Autoencoder本身的问题 就是它的Decoding Map 很多时候会 会模糊掉一些局部的细节 那这边的话呢 嗯 是这样 就说我们在Latent Space上 我们将两张人脸 可以用到 Encode到Latent Space上 然后的话呢 在Latent Space上 连接这两张人脸 嗯 得到一条直线 那么这个直线的话呢 就用到人脸流行上一条曲线 那么曲线上的每个点的话呢 嗯 它代表一张人脸 我们把这个Interpellation 显示出来了 嗯 可以看到它的渐变过程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ender发生变化 是吧 因为这个男生 变成女生 然后肤色也发生变化 嗯 这边是另外一个Interpellation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情发生变化 开始是是 嗯 後来是 嗯 然后的话呢 这肤色发生变化 嗯 对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是吧 从从第一个女孩 一直变换到 这个男生 嗯 这边的话呢 是嗯 从这个女生变到 变到这个女生 然后它的姿态啊 pose啊表情啊 都逐渐发生变化 嗯 然后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mode collapse 是deep learning中一个 比较常见的问题 嗯 所以mode collapse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学这个amnist 但学会之后的话呢 它这个generate model 只能生成几个delete 不能生成所有的delete 那或者是说 它生成一些数据的话 不make sense 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成一个结果中 啊 这边有一个数字 分辨不清究竟是是什么数字 是吧 嗯 嗯 那这个数字也是看起来不是很清晰 这个也是嗯 看起来是是而非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人脸中也发现发现 发现类似的情况 这边的话呢 我们哦 这是男孩的脸 这边是女孩的脸 当然你仔细看的话呢 这个男孩的眼睛是棕色的 女孩的眼睛是蓝色的 那么在变化过程中的话呢 嗯 我们期待看到他眼睛 逐渐由黑一变成蓝 但实际上在变化过程中 看这一排 这个这个这个图像的话 他右眼睛是蓝色的 左眼睛是黑色的 但我们知道这种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当然不能说没有 但概率好几乎为零 但是的话呢 这个这个 但是这些点的话 还是非常靠近我们学会的 这个数据 数据流行上 所以这也是Model Collapse 一种显现 那么如果来解释 Model Collapse 用目前的Model 那下面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做了这样一项实验 就是说我们的目标的话呢 是三处 三个点处 每个点处 彼此分离 然后呢 每个点有一定的概率 概率都是N分之一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单位圆盘上 定义了这个均匀分布 我们想求一个最优传输性设 把均匀分布 变成这个离散的分布 那么根据刚才的理论 存在一个凸函数 是上面这个凸函数 Bernier Potential 然后呢 它是P-Swiss Linear的 向下投影之后的话呢 在下面也得到了 下面的一个包腔分解 每个包腔的话呢 用到一个目标点 但是 我们看到这个Bernier Potential的话呢 它有三条极限 三条这个屋极上 然后呢 它的投影的话呢 把下面这个圆盘 分成三个区域 那么区域区域之间的话呢 这个映射不再连续 所以红色这个区域的话 用到这边这个点数 绿色这个区域的话呢 用到这个点数 蓝色呢 用到这个点数 但是的话呢 这边我们看到 一条极限的投影 那么这个映射 在穿越这一点的时候 它是发生突变 那这个产生了 非常大的一个矛盾 我们知道ReloadDN的话呢 它只能表示 这分片线性函数 然后呢 分片线性函数 肯定是连续函数 那么你的generator 要学一个自由传输映射 自由传输映射的话 本身不是连续的 肯定要发生这个间段 那么如果你要是强调 它一定是连续的 那么你只能用成一个囤促 那么或者是说 你要是强行 让它保持连续 那么它就会有些像 用到这个点数的 之外的地方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一只眼睛蓝 一只眼睛黑的人 实际上是囤促之外的点 那么这个矛盾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用蕊露DNN 来做这个概率变换 那么 那概率变换的最优解 并不在蕊露DNN的 函数空间里 所以我们建议说 应该用蕊露DNN 来表示Brenier Potential 因为Brenier Potential 就上面这个 这个 converse polyhedron 它本身是连续的 但是它的梯度不是连续的 所以的话 用这种方法 可以从理论上 克服这个mode collapse问题 OK 这边我们可以看 这个三个团促 这个映射 OK 所以的话呢 作为结论 就是 在这个工作中的话 我们试图用几何的方法 来理解这个深度学习 当然现在理解的 非常肤浅 这个有很多问题 还属于 博士非常清晰 但我们倾向于认为 这个数据的流行分布定律 还有这个团促分布定律的话呢 实际上 是深度学习智智慧成功的 一个内在原因 然后的话呢 这个深度学习 它主要的任务 就是学习流行的表示 所以流行的表示 就是要学这个流行的参数化 和这个从参数域 并回到原来流行 所谓的encoding map 和decoding map 那么这个encoding map 和decoding map 最后它是 一个强烈的非线性映射 这个非线性映射的话呢 它是保含了 这个流行的 所有的信息 然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流行 这个网络的学习能力的话呢 可以看 它所能表达的 这个分片线性函数 这个分片的个数 它如果的片数越多的话呢 这个它 它学习的能力 普通上越强 同时的话呢 流行本身也有一定的复杂度 它这个复杂度说 认给一个网络肯定存在一个流行 这个流行足够复杂 这个网络学不会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说 这个第二个任务 概率变换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 用自由传输的话 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论模型 和计算模型 那么这个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 它的能量是凸的 然后的话呢 它的收敛机 是完全可以估计的 然后它的计算方法呢 可以用牛顿方法 所以速度更快 稳定性更强 误杂分析更加精确 但是另一部分的话 这个流行学习的话 目前只有这个deep learning的方法 还有不存在其他普世的一个方法 我们曾经写了一些paper 在archive上 大家可以去看 一个叫深度学习的几何理解 然后 我们这个 刚才提出这个 离散自由传说映射这套理论的话 发表在一个数学journal上 那么它给出一种离散的方法 来解蒙日安排方程 当然我们这个初步的成果 也在ICML上发表 然后 这个人是维拉尼 他曾经得过first奖 他得first奖 他得first奖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自由传说 映射的这套理论 所以的话 我们也得到了他的很多帮助 和他进行一些讨论 在此提出感谢 然后的话呢 就像我在微信公众号中说的 我们在汉佛大学的数学科学中心 成立一个研究方向 是专门研究深度学习的理论解释 现在我们需要来招聘一些 这个有志青年 来投证到这个 这个学术研究之中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和我联系 然后 这是我的email address 好 然后后面的话 是我公众号的那个二维码 这个 这次演讲和所提到的一些数学理论的话 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应的文章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这个郭教授的非常精彩的报告 我觉得下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问 希望那个郭教授会给我们做解答 好的 我觉得郭教授的这个报告 因为可能很理论 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问题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 好我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先问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好 郭教授 好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是在那个munch那个 那个equation里面 就是说它是用的L1 distance 是吧 L2 L2 如果它是用别的distance 比如说L2或者L 比如Infinity的话 它会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那个 后来你计算那个 那个传输的时候的话 OK 我们这边有个定理嘛 就是说就是在L2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生成器和判别器 实际上它们有这个公式来联系 所以的话你如果算出了判别器 就可以求出生成器来 那么这个并不仅仅对L2是成立的 它对于任何一个这个distance function都成立 嗯 如果这个distance function能写成这种形式 嗯 就说Cxy等于Hxmi 所以H呢 它是一个严格突的function 那么的话呢 嗯 对于比如Lp P大1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等式都是成立的 所以并不仅仅对于L2 之所以我们选择L2是因为比较好算 对 但是对于其他的那个norm的话 呃 类似结论也是存在的 就后来你们自己应对那个 计计的那个新的那个方法的话 就是说 使用那个能量函数的话 就是说是 呃 2的能量函数那个方式的话 也是用的L2是吧 对 对我们用的L2 对我们这模型中这个 嗯 对就是传输代价 所以G3挖寸距离的时候 需要给出两点之间的距离嘛 我们是用欧式距离平方 是的 呃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做那个 那个那个分解的时候 你那个就是说是 那个 你的流行上面就是分解成那个 兔包的时候的话 就是说是 是 一般他会 要一个做一个最小化的分解吗 还是还是随便分解都可以 呃 你是说 就是 就是你你当当你造那个就是说是 你那个那个流行到那个 到那个 那个 硬碎的时候的话 就是你要做图包嘛 就是每一个图包 它变成一个线性的东西嘛 对吧 对对对对 对 他那个图包是唯一确定的 是只有一个解 对 一个解是吧 对如果你确定了那个SY之间距离 是是比如说I1 I2之后 这个图包是唯一 唯一存在的 对无论怎么算 当然就说 因为现在这个所有的WGAN 本质上它要算挖深距离嘛 也等下来再算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用这个DN 它是不是达到最优 现在很难讲 但是我们的方法 可以确实保证它能达到最优 所以能测量出误差差多少 对 嗯 所以就说一切变得更加精确一些 可以直接来衡量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你 根据你们理论的话 就是其实你是要 只要算做一个 做一个就不需要做两个是吧 就是说是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GAN的 我说的话就是说 你们跟那个传统的GAN 比较的话 就是会快多少呢 就是说 嗯 本质上就是说 就两个网络 只要用一个就可以 然后的话呢 嗯 那么你的Discriminator 算完之后的结果 可以直接拿过去 然后交给Generator Generator再稍微的 向前补充一点点就可以 实际上理论是这样子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 一般就是说 至少要快 一倍多 即将一倍多 是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 并且那个Storage会省啊 有两个网络 变成一个网络嘛 理论上是这样子 对 但我们还在做实验 对 所以这个 因为和目前方法比较的话 就是目前很多GAN model 它计算没有达到理论最有值 所以它算的那个Watson距离的话 那个精度不是很好说 我们在试图在比较 在看这个理论值和传统方法值 之间接近差多少 这个我们也在做 计算量非常庞大 所以这个比较困难 对 那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方法 比如说它两个这个分布的话 比如说我 如果我知道它这个两个分布 它有某些 某些退点的话 就是说 能不能够就是说 应该东西加快你的计算 它没有什么 现在好像就是说 有都不管 就是说我看他们现在 很多深度学习文章的话 就是说都不管这个这个分布 就是说是就拿来就应算 有的时候就是说是 它是不是一定能够保证 就是说是 如果知道某这个分布 它有某些性质 是不是就是能够就是说是 通过改进这个干的模型 或者你们这个方法的模型 的话能不能够就是说 加快它的计算 嗯 对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现在所有的那个计算模型的话 上来全都是用康塔肉 维持的方法算 嗯 康塔肉维持的方法 特别general 但是的话呢 就说 如果你要用 用Brainier方法算的话 只有N个位置变量 但用康塔肉维持有N方的位置变量 但N方的位置变量 就绝大多数最后都变成0 所以是是 但是这个这个 空间负大度会大非常多嘛 嗯 另外的话呢 如果如果你的你的那个 South 本身是绝对连续的 比如说高斯分布啊 或者Uniform Discussion 那么的话呢 Brainier这套理论都可以直接用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Generator 和Discriminator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明确 不需要像Connerage那样算 嗯 就说这种情况下 它有更加丰富的数学结构 用这个丰富的数学结构的话 可以大幅度简化计算 对 但是现在用的方法是说 比较普适的 但是没有用到这个数学结构 这个观点在这里 对 另外的话 用目前这个方法算的话 你试试达到最优也不知道 嗯 因为它本身 本身这个 并不是非常 不是min max 并不是一个图问题 但本身这个理论本身 应该是图问题 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不客气 嗯 这个 韦生你那边能看到一些 有没有提问呢 有人写了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 因为字太小了 我看不见 他有个问题 想问一下 流行 流行分解后 如何挑选不同的包枪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有几个字 哦 是这样 问一下 流行分解后 如何挑选不同的包枪 最优 或者说 如何比较两个流行分解的结果 啊 OK 这部分的话 事件 就切尽为止的话 这个理论研究不是很多 那就说 给了一个比较复杂流行 要把它切成很多块 然后每块它可以线性的 用到影空间来 那么怎么切 使得它切得最好 那么这个 这个目前没有 没有程式算法 然后的话呢 现在现在 就是蕊鹿DN 本质上是做这件事情 但是 但是它起决于开始的 那个 Randomize的Initial Condition 所以的话 每次计算结果都不一样 然后每次算完之后的话 它真正切的包枪数目也不一样 有很多随机因素在这边 所以我只能假说 目前这个 这部分还是基于经验方法在做 但是 理论上 这个 传统的微分几何和微分图谱 倒是有一些定理 比如说 Witney的流行迁入定理 还有 John Nash的那个 这个等级迁入定理 我觉得 对于那些定理的深入理解 可能对于设计这个DN 会有一些帮助 对 但现在我们也看 就说你看encoder 回到我们这个图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authencoder 来学这个这个布达的模型 那么前半段的话 是encoding map 后半段呢 是decoding map 然后我们可以看 就说 从网络上看的话 encoding和decoding 应该彼此对称嘛 所以它们对空间分解 应该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的 我们看encoding map的话 它把空间分解的 数非常少 但已经足够 把这个流行给摊平 但是decoding 它是和encoding复合之后 切得更加更加琐碎 那么实际上 从理论上讲 它不应该这么琐碎 它的number1 跟这个number差别太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就说 肯定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对 但是目前这方面研究 还是比较原始吧 没有特别成熟的理论 当然有很多人 在研究的方向在研究 就判断它这个 它这个能切成多少片 这个片的精确下界 这方面研究也不少 但是这个精确下界和这个 我们想达到理论最佳值 还是有一定距离 行 那这个好像 这个 我都听不太懂 你知道吧 就是到后面那些公式以后 我估计因为这个theory和这个 到一些那个以后 对 我这边看到了几个问题 我问一下 回答一下 那你就读一下 那最好 他说 他说 这种Perturbation 不稳定方面 有没有几何上 从包箱分解的解释 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包箱分解的话呢 它前几层的包箱分解很关键 前几层定了之后的话 后面只是在大的框架上 进行一些一些小的改动 但是前几层的话呢 基本都是Random 是根据Initial Condition 如果Initial Condition 选的比较差的话呢 后边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实现经验 对 就是说 你开始如果包箱分解的不是特别好 有个特别弯的地方 然后你把它分在一个包箱里 那后边的话 这个弯的部分没有进一步加细 那么这个整个系统就不是特别稳定 直接是这样子 然后他有一个人问说 就如果用多层线性映射函数代替RELO函数 理论上会不会提高神经网络的效果 就说 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可以这么这么回答 就说通过 对这个包箱各数的这个估计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数目的神经元 那么深入神经网络 它得到的那个片数会多于 就是比较浅的 比较宽的神经网络的个数 那换句话说 同样的资源条件下 深度神经网络表达能力更强 那么 如果用多层线性映射来取代RELO 理论上会不会提高效率 那么RELO它本质不是说它是线性 而是说它是非线性 就是无论任何 我们要必须引入非线性的机制 那么 那有一个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y 说任何一个这个机会函数 只要它满足 嗯 从0到1的变换 单调变换 都可以都可以构造这个神经网络 RELO是不是最本质的 实际上并不是最本质的 但是它比较易于分析吧 这么讲 好 这是我看到的几个问题 行 那这个 请回你看 是不是今天那就 就这样 行 那首先 你再次感谢这个顾教师的 非常非常精彩的报告 我估计 还会有很多人 就是说可能这个时间段 就是说他可能这个 还 这个 这个 现场听不了live的webinar 但是这个之后 他们就会来读 所以我估计还会 你有微信的公众号啊 要不你把公众号 再放在这贴一下 啊 对 这个link是公众号的那个二维码 对大家有心理可以扫一扫 对 在公众号里 那个深度学习的 这个自由传承应社 曾经写过几篇文章 所以具体算法里面都有 对 欢迎大家前去讨论 就是 郭先生 你能够把那个你的那几个文章 再放一下我们拍个照 就是说是那个 对 可能就是说是大家会感兴趣的 好的 好的 嗯 在这里 对 这个 嗯 这个 最后一篇文章是ICML 然后第三篇文章是一个数学文章 但要设置这个题目的话 应该archive上都有 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实验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给出各种各样的批评指导 如果有年轻人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希望和我们联系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说 就是 这个蒙山配方程的话 虽然 虽然非常非线性 但它的解法的话非常非常简单 它的解法它可以用 用reloodnm来实现 也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硬件来实现 只是规模非常庞大而已 对 但它好处就是说 所有问题都是凸的 所以它这个稳定性 这个误差分析 这个解的存在性唯一性 都有很强的理论保证 所以美国的话呢 可以很好地进行理论验证 并且它的适用还会非常广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那个generator的话 没有必要求出自由传说映射 只要任何一个映射 把其中一个概率 变成另外一个概率分布就可以 那么这样解的话呢 有无穷多个 并且有无穷多维 那么 这无穷多维的解的话呢 有一个很好的结构 是相当于空间道自身的 就是特殊变换群 叫special diffuse group 就是保持体员不变的 这个群 然后复合上自由传说映射 所以的话 这个解空间很大 所以很容易就求到一个 这是为什么这个生存模型 这个在实践中 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个原因 但真正困难是算 那瓦斯特的距离 那个要求是自由传说映射 那么目前我们觉得 大多数DL方法 给出的这个计算结果 实际是比较粗糙的 一个一个很粗糙的逼近 是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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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希望拨人隐喻 谢谢 谢谢